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医学博士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这佛教呢 他说我越看越不像个宗教 就像个哲学和心理学 其实他说的是对的 其实佛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心理学的东西 是是是 您比方刚才康布讲到的感恩 助人为乐 自我反思 这些就是当下 当下我们中国提出中国梦来 用以支持他的理论 就是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里边探讨的和倡导的 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这几部分 感恩这个品质 我们要具备 要助人为乐 就像康布说 帮助别人 觉得是四级付出 实际上是自己最大的受益者 是是是 这积极心理学里也是这样讲 是是是 帮助了别人 快乐了自己 对对 而这个快乐 比这个我们付出的那一部分 那个对个人的价值更高 就是这样的 真的 这个两个学科 不叫学科了 这个宗教的这门智慧 跟心理学来说 交集非常大 对对对 非常多 包括去帮助别人的一些小方法 小技巧上 也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对对 是是是 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呢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有信仰的 有这个信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大脑内部的 就是大脑合成也在发生变化 你都没有信的时候 没有信仰的时候 那其实你什么都不信 你又不信自己 这就比较乱了 这个生活中 苦恼就比较多了一些 是是是 我们也经常会 给自己的来访者 谈起这个部分 希望大家有信的 你什么都不信 你可以完全坚信自己 也好 我们是赞同这些的 从心理工作来说 我们是赞成这些 信仰的力量 对 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有力量的 是有力量的 它能够引导我们 对 林玥老师 您这边觉得 这个佛教跟医学方面 您有看到什么结合的空间吗 就是如果是一个佛教徒 他得了病 他会就没有那些拒绝 不接纳 抱怨 为什么是我 他会相信因果 他会坦然地接受 这样的话 他心理上的痛苦 就会 就基本上就没有了 因为他会觉得 这是我自己 之前所造成的情况 然后我现在来承受了 然后他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很坦然地接受 这个是一个宗教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能减轻他的痛苦之上 就是双重痛苦 身心痛苦 至少从心理上先释放 对对 身体上没办法 只能治 心理上可以先释放 对对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 佛教这个因果 相信因果的力量 医学里面呢 其实 也可以用得上 很多佛教的这些方法 习语啊 比如说16年的时候呢 我就访问了一个 美国的一个 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 那么他们的这个医生 这个医疗系统当中啊 不管是这个护士啊 还有就是医生啊 他们都要 修这个慈悲禅 佛教的慈悲禅 然后就他跟我讲了 一大堆的这个 这个他们 这个自从修了这个 慈悲心以后啊 对医生的这种改变 就比如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他说 平时呢 医生去查访的时候呢 就是很能病的 这个眼睛去 眼神去看这些 这些病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不管是医生啊 护士啊 他们都在这个医院里面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然后就他 这个 这生老病死的东西 看得太多太多了 然后就 就逐渐逐渐的 就变成妈母 妈母的状态 那妈母状态的时候呢 比如说人死了 人生病了 他也就是 把人当作一个东西 这样子去治疗 那么这种治疗的话呢 病人 在医生和护士的 这个延伸当中 就看不到 真正的这种温暖 然后呢 他就觉得 这个医生啊 护士啊 都感觉很 冷冰冰的 感觉一点都感觉不到温暖 这样子以后呢 对这个 对他的这个治疗啊 也起到很多负面的这个作用 然后自从受了这个慈悲性以后 医生受了慈悲性以后呢 然后医生是真正的去 用慈悲性的这个延伸 去看这些患者啊 然后呢 患者呢 也就是在医生的这种延伸当中 他就真正感到了这个温暖 所以呢 就是对他的治疗的小过 是完全不一样啊 然后就是这个医生和护士呢 自从这个 这个修了这个慈悲性以后呢 他们不会把人当作一个东西 这样子去治疗 他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关心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说之前的话 因为这个医生和护士 他们都是把人当作一个东西 这样子去治疗的时候呢 不怎么忠实的时候呢 他们会犯很多很多的 这个医疗上的这个错误 治疗的这个错误 然后呢 这个错误对他们的医院 每年导致很多很多 经济上的这个损坏 奎孙 自从他们把对人有这个慈悲性以后呢 他们的工作态度就是 就是不一样 特别的认真啊 而特别认真了以后呢 就减少了 明显的减少了 他们对治疗的这些失误啊 然后呢 医生的这个慈悲性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关键 医生的技巧 这个基础很重要 但是呢 更重要的就是医生的这种 发自内心的去关怀 这个病人 这个慈悲性特别的重要 所以他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呢 就这个这个自己变了一个胶材 然后就在医疗系统里面都在那个 在退光 在退光 在使用 对 就他说小谷非常的好 嗯 这听了真的蛮感动的 是 真的有时候会感觉到 嗯 很多的大夫 他们很辛苦 每天看很多的病患 而且他们介绍的 接触的 去看医生的没有什么好事 肯定是生老病死呗 嗯 肯定是痛苦呗 嗯 所以他们心里肯定有压力 嗯 然后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 带这样的压力 再去给病患 可能病患也会感觉到压力 这个慈悲残染 他们能够有慈悲心 可能对方也能感受到 对他们这个治病也都有好处 嗯 确实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这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 呃 佛教的一些方式 好 跟这个 呃 像医院的这种医疗系统啊 对 还有这个 呃 这方面的一些集合 对 嗯 他说 他们的这个 呃 就是他们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嗯 职业当中呢 这个 这个自杀率最高的是 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 也就是医生和这个老师 嗯 因为他们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是 那就是有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呢 他们他们他们认为就是 就就不一样了 嗯 他用慈悲心 去面对这一切 然后呢 然后就是这些 呃 这个医生和护士 他们的心理的压力也就没有那么的大 嗯 负面作用 对他们的打击 呃 没有那么严重 嗯 嗯 嗯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像宗教啊 尤其是这个佛教 嗯 还有像呃 这个医生 还有像心理的这个呃 专家 大家其实都本着一个目的 就是治病救人 本来这个目的 目的好也是这个相通的 然后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方法上面啊 还有一些具体的这种想法上面 也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探讨 交流 还有更多的一些融合 呃 在这一方面呢 共同努力的这个道路上 可能能够携手共进 好帮助到更多的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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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